嗨,謝謝你從來好總經瞎談,我是David 我相信同好們一定對林一峰老師不陌生 就是我們台灣的威士忌做的大師 還有就是威士忌品號的這個 就是大家都學習的一位老師 那因為林一峰老師最近有推出自己的這個線上課程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特別邀請林一峰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他所熱愛的威士忌 在開始之前麻煩同好們要是還沒有幫我們按讚 然後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麻煩現在可以先做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看跟林一峰老師的這個訪問 林一峰老師真的很榮幸 也謝謝您 就是來有機會來頻道跟你聊 其實我們在做好總經瞎談的過程當中 我就一直都心裡面有一個其中一個許願 就是有一天可以跟你一起拍片 謝謝你今天讓我可以實現這樣子的一個夢想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在威士忌的這個領域 包括在台灣啦 尤其我覺得在華人裡面 其實我覺得您一直都是就是很多人的一個指標 對於說威士忌它現在的狀況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品酒 那我常常會 很自然的在酒友當中就會聽到有人說 林一峰老師說怎麼樣 有的時候有人認同 有的時候有人不認同 不過不管怎麼樣您就是那個指標最有影響力的那一個華人的那一位 或威士忌的達人 所以真的很榮幸 謝謝老師 我覺得您的威士忌推廣其實對我們整個的環境真的是幫助很多 有您在跟您帶領這個環境 那我就直接有一些問題想要跟老師聊 希望您不見我就直接請教您這樣子 好的 我覺得您讓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說 除了您對威士忌的了解跟熱愛之外 我其實覺得您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很有品味的 包括台南的美食啦 很多的 那我知道您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其實 應該是說您在接觸酒的這個產業裡面 您也有接觸到葡萄酒 是 那可不可以請您分享 那個時候是威士忌是怎麼樣的這個狀況 進入您的一個生活中 然後呢就是說是怎麼樣開始變成是 就是走上這個威士忌的這個的過程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開了酒吧 是 那時候我就開始研究各式各樣的酒類 當中其實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威士忌跟葡萄酒 是 那時候為了要了解這些事情 我也特別都飛到國外去 因為那時候其實還網際網路還不興盛 是 所以到國外去拿到第一手的資訊 對我們來說是最能夠直接認識到這些事物的本質 哇 然後在過去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非常喜歡葡萄酒 是 我可以感覺您是不對 在當時我應該有去過世界二十個國家 葡萄酒的產區 是 那我自己當然是最喜歡法國 那在去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其實台灣已經有人在研究葡萄酒 並且著作等生 像是林玉森老師 我好幾次我在法國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也巧遇林玉森老師 在一些特殊的酒展 像伯根蒂酒展 甚至到一些產區的拜訪的時候 竟然都可以不起而遇 所以其實他也是非常熱愛葡萄酒 而且直接在產地裡面 得到第一手最新的資訊 對我來說其實不只是這樣 其實除了林玉森老師 有好多的熱愛葡萄酒的人 都會飛到國外 包括美國 包括法國 我去學習葡萄酒的課程跟知識 回來 然後教育大家 所以我相信在當時 已經有很多葡萄酒的愛好者 已經在做教育的 對推廣教育的工作了 那威士忌卻沒有 是 在當時沒有 所以我在想說 與其去做別人已經在做的 我在做別人沒有在做的處女弟 然後我就開始把我過去去威士 我對威士忌的認識去產區 去酒廠認識的東西 開始書寫起來了 那時候剛剛好 網路上開始出現所有的部落格 然後我就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剛開始連打字都不會 我還用一個指頭這樣打字 慢慢敲敲起 那時候還沒有theory用念 我打一篇500個字的文章 大概要兩個多小時到三個小時的方式 然後建立了威士忌達人學院 然後在網路上曝光 所以我辦了第一場瓶酒會 其實也是想要了解到 到底是誰在看我的文章 然後我還記得 我辦第一場瓶酒會的時候 來的人都嚇了一跳 因為他們看了我的文字 以為我應該比我實際的年齡 再多個20歲 那時候你大概幾歲 那個時候在寫布露哥 那是2006年的時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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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OK OK 所以是10幾年前 那瓶酒會就開始每個月都會辦 謝謝老師提到威士忌達人學院 因為我有機會認識一些 裡面的一些學員 現在都變成是老師 我們台灣很多的威士忌的講師 都是威士忌達人學院所產的 我一直聽他們在講的威士忌達人學院 他們會講到以前的時候辦瓶酒會 還要上去講 都很好奇 那個時候是可不可以請教老師 您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想要辦這個 威士忌達人學院 跟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您對這個經驗的一些回憶 因為其實我們絕大多數人 邁進威士忌的第一步 多半都是以兒傳兒 是是是 或者是有人去傳兒 或者我們在酒桌的環境當中 然後別人就逼你乾杯 是是是 給不給面子 是是是 諸如此類 一開始 透過乾杯啦 拼酒啦 這種方式來認識威士忌 所以我其實認識很多人 聽到威士忌三個字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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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做我不喜歡喝威士忌 會有那個文化 對 絕大多數讓他們 踩進威士忌第一步的人 都是對威士忌不了解的 不認識的人 並且用他們過去 這樣以兒傳兒的價值 然後傳遞給別人 讓別人第一步 認識威士忌的時候 就感覺到恐懼 所以後來他們就不喜歡威士忌了 是是是 那我想說透過一些真正 就是可以愛上威士忌的方式 來分享給大家 所以後來我就持續的書寫文字 然後免費的放在網路上 可以讓大家看 那後來當然出版社也來找我 寫書 然後後來包括當時的宜咒看 也找我拍影片 是是是 然後以及我自己 包括我們那個社群 我們就開始持續不斷擴大社群 大家固定辦品酒會的方式 來分享威士忌正確的知識 老師那個時候您其實就是覺得說 您想要辦品酒會 因為您想要跟更多人分享 讓大家可以交流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心理 我們那時候其實 我們還會辦所謂的年度一支會 就是我想說 因為我們的品酒會終究 因為場地的限制 大部分都只能夠20個人到30個人 所以我們辦品酒會 到後來都會進入一個秒殺狀態 就是我甚至還故意在半夜 凌晨一點公佈 大概5秒鐘就秒殺了 這樣子只能夠折會到少數的人 所以我們固定後來每一年的年底 我們就辦一次的一支會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辦一支會的時候 那時候是 那一年參加人數是500個人 第二年就超過1000個人 然後第三年我比較瘋狂 我們想說我們一支會 要不要在不同的城市辦 因為我們可能 我自己本身當時是在台北嘛 對 可是其實有好多人說 我們台中也要辦 新竹也要辦 台南也要辦 我台南在那一年久做城市當中 台南也有辦 但是因為我自己沒有能力 到每個縣市去辦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網路上尋找 願意主動來協助找場地 然後我們負責公佈活動 但是要有人在當地 接地來做這個 接洽餐廳 我覺得這才能夠去協助大家 沒錯 那時候我們有找到9個人 分別是9個城市 我記得那一次就是快2000個人 因為我們就每一個禮拜 跑一座城市這樣 趁著週末的時間 跑了9週這樣 後來我覺得很辛苦 真的辦品酒會 真的是一桌很辛苦 那我其實一直很好奇 有關於這個威士忌檔人選 一般我們去參加品酒會 就只要可能一起喝分享一下 那為什麼很多的人 都也要上台去講課 是什麼樣的過程 就是也會說也要上去講一場 我覺得真正能夠深入威士忌內涵 絕對不是就聽而已 我自己一直以來都這樣認為 我覺得一個完整的學習 必須要有三個步驟 就是學 做 教 OK 你知道其實我們的腦子 其實暫存的記憶體是很小的 所以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沒有好好去使用它的時候 它一下子大概 進去就出來了 對 就不見了 所以就為什麼很多人喝威士忌 喝了很久之後就說 這個林老師一定胡說八道 那些味道我都沒有喝到過 或者是它怎麼能夠記住那麼多味道 還可以記住每一家酒廠的酒廠精神是什麼 我怎麼記不住 因為它沒有做學 做教 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自己去平穎 平穎的過程你必須要開始自己書寫 所有的平穎筆記 然後你就把你的平穎威士忌的時候 透過你的嗅覺跟味覺 到你的腦子裡感知的部分 然後寫平穎筆記的時候 你再反過頭來進入你的手寫下來 所以它形成了一個loop 然後這樣完整的學習 就從你的暫存記憶體 到你的長久的記憶體當中 並且透過教別人的過程 你在分享一件事物的過程當中 你也讓這個記憶從原來只能夠 存放三個月的記憶 變成存放三年的記憶 這個小小的tips分享給大家 這個其實我有偷偷放在我最近剛剛 你知道我最近有一個 課程 我自己的威士忌線上課程 我也把我自己過去30年來的經驗濃縮起來 然後分享給大家 而且我剛才聽企劃的斯卡說 有8個小時的時間 非常的豐富 我覺得玩之後真的是 所以其實很多人也是在建議 同好們就是說 其實你喜歡之後 也要開始去跟別人分享 透過分享才有辦法去真的是記住 所以您剛才講到說 威士忌達人學員 為什麼會有請大家起來講課 其實是為了幫助大家更認識威士忌 那個應該是目的 是的 不過您造就了現在的威士忌產業 因為這些學員 這些一起學 現在也都是我們台灣很優秀的講師 太客氣了 那我可不可以也再延伸的請教 您說那您覺得從那個時候的威士忌的領域 到現在2025年 您覺得您會怎麼去形容 現在台灣的威士忌的環境 雖然我自己推廣威士忌 知識性的瓶飲 20幾年的時間 但是我仍然認為絕大多數喝威士忌的朋友 仍然停留在一個最初階的瓶飲的狀態 了解 因為我們要跨入知識性瓶飲的時候 其實必須要開啟自己的五感 是 特別是我們現在大家普遍都使用社群媒體 然後我有時候也會去看一些威士忌愛好的社群媒體 當他們很努力的分享自己對威士忌的感受 或者從威士忌當中 喝出一些所以然來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 很可能也在喝威士忌的人 卻對於那些氣味不了解 不慎了解 甚至提出很多的疑問 我還發現原來其實他們根本 還沒有踏入威士忌的領域 即使他們喝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他們仍然在門外徘徊 是沒有走進來的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透過線上課程的方式 期待能夠讓更多人能夠踏入威士忌的領域 感受並且享受威士忌當中的美好 那您覺得是什麼阻止他們踏進來 第一件事情我們一定要有感受力 對 當我們缺乏感受力 我舉個例子好了 一支好的葡萄酒 一支好的威士忌 它為什麼會感動我們 一定是它記錄了某些美好的部分對不對 它很可能記錄了那塊土地 它的特殊性 包括它的土壤啊 當年的氣候啊 降雨量啊 甚至它記錄了屬於當地的職人 堅持了百年以上的公益 甚至它記錄了首席調酒師 在調配這支酒的想法 並且把當地的飲食文化都投注在它的作品當中 其實每一支葡萄酒或每支威士忌都記錄這樣事情對不對 同意吧 對 同意 所以這才是讓這些酒有價值嘛 迷人的地方 對 對 但重點來了 當酒擁有這些內容的時候 我們喝的人是不是能夠感受出來 當我無法感受出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做得再好它就是酒精 是 是 是 對我來說我只會去追求CP值 是 是 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感受到這支酒所傳遞出來的文化訊息 美味的訊息 以及它背後充滿了巨量的資訊的時候 我只能夠感受到這酒多少錢 哪裡買 貴不貴 順不順口 我發現很多的人仍然停留在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們必須要搭一個橋樑 讓大家跨過來進入威士忌美好的世界當中 他們很可能第一件事情 他們必須要擁有感知的能力 他們必須要學會如何正確平飲威士忌的方法 對 拿到正確的工具 例如說選擇正確的杯子 該如何秀文 該如何平飲 然後喝的時候該怎麼喝 酒精是為了要保留更多的芬芳物質 而不是拿酒精來跟我們的肝產生對話的 我們喝的是風味而不是酒精 這樣的過程 其實我希望能夠用我們的線上課程的方式 讓大家最快的時間就能夠進入威士忌美 然後有一些我認識很多的老饕跟舅友 其實已經從這一端踩進來了 已經入門了 但入門的時候就喝 好喝啊 喝得出來有蘋果 鳳梨 香蕉 麻辣 這些味道都喝得出來 但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沒有辦法建立屬於自己的 內在的一個風味的譜系 他們沒有辦法去對應到 這些味道是從威士忌的哪一個製程來的 他們也沒有辦法對應到 這個味道是記錄了這個酒廠的哪一個重要的特色跟工序 他們還沒有辦法產生連結 所以我想說第二步 第一步是教大家如何認識威士忌 進入威士忌的方法跟工具 第二步我就教大家如何將氣味跟威士忌 所有的製程產生連結 我剛剛來之前搭高鐵來 我心裡就想說 我不能只有來這邊拜訪你這一趟而已 我要好好吃一點台南的美食 所以我今天來這兒 因為我明天就有事情 我趕快飛回去 所以這個快閃之旅呢 我就設定了我自己要吃三家鮮魚意麵 OK 三家鮮魚 我來之前我已經解決了這鮮魚意麵的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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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了三家 第一家是 第一家是什麼 第一家是瑪莎 瑪莎 OK 第二家是阿江 阿江 第三家是阿輝 OK 好 三家 然後很清楚的這三家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他炒鮮魚的火候 包括他調味的方式 他認為美味的方法 在整個作品當中 就可以很完整的呈現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吃鮮魚意麵的人 你常常吃鮮魚意麵的人 對我個人而言 這三家其實是可以很清楚的 分辨他中間的差異在哪裡 對 我覺得 謝謝老師分享這個 我想請教 一般的人他吃鮮魚麵 他可能選一家吃 對 為什麼你會吃三家 我就這樣的人 因為你會喜歡通過這樣去認識 因為一定要 就像我們在品酒人家說 一定要做這種平行的 才會更有比較 認識更多 你不吃過所有東西 你怎麼知道你吃到這家 是最喜歡的 所以我自己 你知道台北都有所謂牛肉麵節嗎 是 我有一年為人研究牛肉麵 我在一個月裡面吃了二十幾家牛肉麵 就是研究哪一家更符合我的風格 對 這個就是專家的 而且我也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你端上來 對 我連吃都不用吃 我就可以知道這是哪一家的 因為他牛肉麵最重要是湯 麵跟牛肉 牛肉料理的方式 切法用到哪一個部位 包括麵條 湯頭熬煮方式 你光看就知道了 是 威士忌為什麼看不出來 威士忌為什麼聞不出來 威士忌為什麼喝不出來 你泡久了身上自然有醍醐味 喝威士忌就跟吃牛肉麵 跟吃三芸液麵 對我來說是一樣的事情 都可以吃出人道來的 是 我常看很多人在接近威士忌的時候 就是他不去理解 我怎麼能夠來認識威士忌 但卻習慣性的 對威士忌指指點點 我們可以想像 假設有一個人對你高高在上 假設你的阿公阿嬤就喜歡 這樣打你阿嬤你 你會跟阿公阿嬤說實話嗎 不會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 比你小 像小孩啦 像你的徒弟啦 然後對你非常的謙卑 老師希望跟你學習的話 他的位置比你低的時候 你會不會常常要教他東西 會吧 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的位置 擺得比威士忌再低一點點 威士忌就會把一生的故事通通都告訴你 當你把自己的位置擺得比威士忌還高 你根本聽不到威士忌在跟你分享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棒的音賽 看這一集值得了 對要把自己要從威士忌身上去學 不要對威士忌開始來指 他說他怎麼樣 我們常常受限於自己的生命的經驗 常常受限於自己 對於風味理解的平伐 卻對於一個 經營在威士忌世界50年60年的首席 調酒師的作品支持點點 你會發現這個等號有點很奇怪嗎 因為很多人覺得消費者永遠都是最大的 很多人會覺得花錢的最大 對 有抱有這樣的觀念 不過這是沒有辦法認識威士忌的 我們就會永遠停留在一個階段 對 沒有辦法解脫 去聽到威士忌要跟你說 或調酒師要跟你說的內容 是的 不過我想要請您分享說 對您來講您覺得品味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種自我生活的體現方式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追求品味 而是認真的過好自己當下的生活 吃麵就好好吃麵 喝湯就好好喝湯 所以我常跟朋友說 喝威士忌不是買醉 喝威士忌是一種無感的覺醒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之前是五家上司公司老闆 退休之後就搬到溫哥華去住 去了之後他覺得好無聊想找點事情做 然後他就去找了一個大學的博士班研究生 他在做森林考察 他就跟著他一起去探索森林 然後結果那個老師就叫他們趴在地上 聞聞泥巴的味道 爬到樹上去撥開那個樹皮的味道 樹葉的味道 花朵的味道 他發現他聞不出來藏不出來 為什麼 他發現他過去五十幾年的歲月啊 就像是兩頭蠟燭一直燒一直燒 很努力的錢錢錢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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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工作工作工作 他的嗅覺老天爺賜給我們很公平的 我們眼耳鼻舌生意我們的五感通通都有 但是我們長時間不去在乎他 不去使用他的狀況之下 他其實就像是你的腳 車禍了受傷了三個月都不能動 都打石膏狀況你要不要復健 所以基本上喝威士忌對我來說就是我們五感的復健 當你每天吃中飯的時候打開電腦 一邊打電腦的時候一邊吃著你的雞腿便當 然後你把你的菜 豆干 蛋 飯跟雞腿 通通一股腦全部塞在你嘴巴 一邊打電腦一邊主角的時候 你以為你的味覺在品嘗什麼東西嗎 沒有的 你只是在就是在餵飽你自己 你每天都在呼吸呼吸呼吸 你以為你有聞到什麼香氣嗎 那一株種在你家隔壁牆後面的 茉莉花已經種了二十年 你可能從來從家裡面出門的時候 從來沒有秀聞過 我們其實已經錯過我們生命當中 很多精彩美好的事物很長一段時間 在我們沒有使用我們自我無感的覺醒 對 所以我覺得威士忌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自我無感的覺醒 或者說我們無感的自我的復健 所以喝威士忌對我來說是定義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說喝威士忌我只喝了酒精 然後酒精可以對抗我的乾硬化 讓我的乾產生硬化讓我可以賣醉 這不是我的目的 所以我們想分享的東西是很不一樣的 那老師你有沒有覺得現在年輕一代 就是因為有網際網路有變好 你覺得有慢慢變好嗎 大家對於想要認識威士忌 還是你覺得其實這二十年來我們華人 尤其在台灣進步不大 我常常在跟大家分享怎麼認識威士忌的時候 我常跟他們說呢 蘇格蘭人是非常欣凶欺妒廣告的 所以你想要的任何一家酒廠的資訊 你上網只要Google就可以得到 假設我們要喝一家酒 酒廠叫格蘭花格 對 你就在網路上打進 打進去 你會發現蛤 滿滿的 包括酒廠的照片 酒廠位於哪裡 蒸餾器的長相 發酵草什麼樣的形式 然後包括你可以進去 whiskey.com或scotticwhiskey.com 進去你可以發現 它可以告訴你發酵時間它有多長 它蒸餾時間是多長 然後呢它的威士忌的蒸餾器尺寸 大小是怎麼樣 有沒有0NB是往哪裡 往上寫還是往下寫 有沒有沸騰球 它全部答案都告訴你了 我們熱愛這件事情 我們對於深入研究這件性感興趣的時候 在網際網路的世代 已經給我們充分的答案了 但是如果我對它不感興趣 我只想買醉 我只想拚酒 我只想要 隨意開心的喝 或是 把它當作去除我悲傷的工具 而不是真正認識一隻威士忌的美好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reach到這些美好的事物 在新的網際網路世代 我覺得跟過去的時代 我不覺得有好跟壞的問題 而是只是我們取的資訊更方便了 對 但是重點是我們要懂得如何運用這些資訊才是最重要的 我記得以前在十幾二十年前 那時候我在做威士忌答案學院的時候 那時候就好多人問我說 林老師你要不要幫我們做一個所謂的課程 那時候其實我是一個很懶的人 我很enjoy 就是每天活在自己的威士忌世界當中 很開心這樣 我並沒有特別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直到今年學子 然後他們來找我說希望我透過線上課程 然後來讓很多不是 可能不是住在台北市 可能不是住在台灣 可能是在全世界各個地方的人 他們只要使用華文 都可以透過這個線上課程來認識的時候 他說服了我 所以我才開始做這個線上課程 其實他們從COVID的時間就來找我 所以這中間說服了五年的時間 是是是 哇真的是好精彩的這個分享 聽到林一峰老師他怎麼樣熱愛進入威士忌 那今天很開心就是之前對於說 威士忌答案學院是什麼樣子 那跟林一峰老師為什麼要開始 我覺得今天都有很多的收穫 那因為今天的這個那個訪問 其實我覺得很多的精華 那也比較長 所以我們分成兩集 然後所以這算是Part1的結束 訂閱我們的頻道啊 你就可以就是開啟小鈴鐺 就會寄通知給您 然後另外呢 就是要是同學們對林一峰老師的課程 剛才聽了覺得哇真的是太棒了 有興趣 我也把這個課程的連結放在下面 請大家可以去 就是去更多了解這個課程 那請大家也期待我們下週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Bye